嗨大家好,我是小智 路上剪了幾個大生蠔 咱們今天用它做一個蒜濃粉絲生蠔 感覺這種生蠔糾纏著蒜濃粉絲的味道啊 哇,那是光想想就能流口水的 對吧? 這個也是我第一次開生蠔 雖然沒有什麼專業工具 也有一內內的費勁啊 但是這所謂付出的越多 吃的就越香嘛 這個開生蠔一定一定要千萬 先把蒜濃醬做啊 蒜頭呢今天用刀去剁碎啊會比較香 但是呢我比較懶就不接受這個建議啊 蒜濃和小米辣一起倒進去 然後小火給它炸到六味焦黃 加兩勺的醬油,一勺的蠔油 鹽和白糖呢熬一會兒 醬可以六味鹹一點沒有關係啊 配上粉絲和生蠔就剛好 鍋裡面呢,蔥薑爆香 放入肉末炒散炒到變色 鋪上粉絲還有生蠔肉 淋上蒜濃醬 蓋蓋後呢做做的淋一圈米酒 小火煮個五分鐘就可以了 等你能聞到滿屋的那種蒜香味後呢 就可以開飯了 這種大塊生蠔肉和蒜濃醬一口下去啊 除了燙嘴外啊 生蠔爆出的那種鮮美的汁水 以及容易的蒜香 這種快樂啊你不在手上割一道口子 光隔著屏幕驗口水是難以體驗的 有機會呢你們也動手吃 這味道絕了